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黄依依是在凡人游喜认识的 猪猪是个很贤惠的女孩 凡人游喜真的挺不错的 拥有十万本地单身优质会员 我们能走到今天 感谢凡人游喜的戳合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 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扫描二维码 注册凡人游喜会员 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 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十名认证 高达80%的匹配度 总没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 专业婚恋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唱歌拍照都很在行 她爱好跳舞和旅游 兴趣相同的两人一拍即合 两人发展本事顺顺利利 可面对女嘉宾的要求 男嘉宾却拒绝了 集友团与乡亲特派员吉利劝说 可态度坚决的两人 是否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呢 最终两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我来等你 一杯药酒百草香 致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奥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喘咳干咳谈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可痰喘 请用养无极牌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勇立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爱情高尘 属于外部放弃 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嘉迪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 凡人游戏的话 可以拨打屏幕 下方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是一位阿姨 今年55岁 经过之前跟张阿姨的 一小段时间的接触 发现张阿姨 跟我们想象中的 就是阿姨 走我要求 有点不太一样 她喜欢是 为了自己的生活 去寻找自己 未来另一半 也就是老伴 那么具体的情况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张阿姨 大家好 我叫张婉 今年55岁 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的退休工资是 2000多块钱 本职校俄女嘉宾 张婉 55岁 身高1米60 职业 退休员工 月收入2000元以上 婚姻状况 李懿 我是离了婚恋 在十多年前我都离了 因为以前我们老公 喜欢多 所以说都离了婚 我现在自己个人 我儿已经大了 我也没得任何负担 我喜欢盆人 我喜欢女儿 还喜欢条爸爸 我现在想找一个 配老修的 有责任性的 跟我一起出去旅游一下 刷一下 放松一下 辛苦了一辈子 放松一下 女嘉宾的时候要求 一 退休员工 二 有责任心 三 能跟自己一起旅游的 经过刚才短篇的了解 各位对张阿姨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现在张阿姨 就已经站在我的旁边了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张婉 你看声音非常的温婉 一看就是生活当中 很乐观的一个人 可以 平时啊 平时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兴趣 爱好什么的 因为听说你是一个 非常非常 就是乐中于享受生活的一个人 现在就是那样子 因为辛苦了 大半辈子 现在退休了 都想有自己的空间 想自己好好地享受一下 都是那样子 而且现在听说你的招呼要求 好像对物质方面没有提到 好像老师说 能够陪着我一块生活就好了 物质方面有没有要求 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啥 比如说找个退休了的嘛 你退休工资啥 大家买到义气嘛 不在乎生活奔波嘛 都只可以过一下 自己想要过的日子嘛 就是这种 挺好的 两个人加起来大几千块钱 也不用再为儿女 再操心的那种 那套都是那样子啥 都想过会儿自己想过的日子 想过的生活 您想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一个理想的话 还是有 就是嘛出去啊 两个人一起嘛 出去旅游一海呀 没得适适适啦 出去趴趴山啦 再也是嘛 上海步啊 晚上那些都是那种 有点小浪漫 也有点小惬意 旁边这一位 应该是你的闺蜜 我没猜错的话 你咱们自媚好 啥啥的自媚好 自媚好 我怎么称呼 黄姐姐 黄 黄姐姐 黄姐姐作为张姐姐的闺蜜 那你肯定对她是相当了解 两人认识已经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的时间 那在您的眼中的话 张姐是他所描述那样 享受生活的一个人吗 对 是个很不错的 而且电影比较有爱心 经常反正乐于帮助人嘛 平常啊 做好那些 参加那些什么 十字会呀 或者是 反正那种社区 居心的一些 应该是说 资源在义工 对 我也做不出这个名字 因为我都知道她 而且她一个人呢 把那个队娃儿那块 还负责 而且 对于做一个母亲 还诚承 而且现在孩子应该是 按照这个年龄推算的话 也二十几岁了吧 应该 二十几岁了 二十几岁了 哎呀 你看这孩子也培养成人啊 女儿也不错 而且女儿本身的条件也很好 之前当过空姐 现在呀 在楼盘搞策划 那今天我都 我都一下把我搞懵了 到底是张姐姐来相亲呢 还是来帮女儿打广告的呀 真是 有那种机会的事嘛 都可以嘛 好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如果跟张姐姐年龄相仿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张姐姐啊 如果对张姐姐女儿感兴趣的 同样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 我可以帮你物色物色 好吧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除了说到我们平时的兴趣爱好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经济条件 对外形有没有要求 毕竟嘛是宅婚那种啊 都不像头婚那种 要要求啊 生姿的 男方啊 长得帅啊 或者是啥子 现在嘛就是说的嘛 人啊 中品就行了 只要看得过去都可以 看得过去都实在 哎 实在 别是过日子 哎 哎 你也必须不正常 身体不正常 都是相当什么 心相啊也不是很重要了 毕竟都是中美人 身体健康 健康 我才比一下适合都可以我觉得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哎 有了身体才有意见 那今天我们到场这位男嘉宾呢 年龄跟你相仿五十六岁 现在已经退休在家 当然有一些业余的兴趣爱好 而且跟你这喜欢旅游啊 是非常契合的 你喜欢旅游 还喜欢拍照 哦 哎 你说你一出去 拿一小丝巾在旁边 叉叉两张就给你拍下来 太浪漫了 真是 哎 你看张姐一方面在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黄姐姐也在旁边 真是 真是 我都想往来做生活 哎 就希望有个摄影师 一直在在旁边 对对 可以拍些美照 是好看的照片留着既点 才出去 出去旅游了 出去回来呀 出去耍了回来呀 都可以留些照片啊 就这么有人跟我们照相了 不像现在 我出去的时候 拿个自拍卡自己照 不是那种 哎 都不用啊 角度就单一 照相中了的话就不 就是就是 平时有朋友圈吗 有 有朋友圈啊 那平时朋友圈 是不是就 晒自己的美照啊 是不是真的 那我跟你说 现在你的朋友圈 马上就要丰富起来了 今天一拍完 我跟你说 你马上发条朋友圈 你看人 男嘉宾给我拍的美照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那男嘉宾现在呢 已经快到 我们的商场外边了 马上我带你们 先到门口 去迎接一下男嘉宾 好不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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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对于他毕竟从巴南那边过来 哦 还是坐了很久的车 我们先走 去接接他 好不好 好的 好嘛 张姐 月收入三千以上 婚姻状况 离异 由于退休过后 上期待个相处 所以说经常不是很愉快 所以前两年 前两年都把婚礼了 你看现在娃娃也长大了 我现在也不用管了 我喜欢唱歌 特别喜欢摄影 平常啊 经常去美食 出去拍一下婚情啊 拍一下过生啊 去拍一下 也喜欢旅游 最喜欢最喜欢 是拍了类 拍了类 照片我最喜欢 我们的作物标准啊 就是要温柔一点的 不要脾气和抖的 有啥子啊 不要闷到心头 不要打独学官司 不要一天都联络 联过去联过来的 我是最讨厌的 其他都没得啥子的 男嘉宾的作物要求 一 温柔 二 不要有事闷在心里 且不要太啰嗦的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 相亲男嘉宾 姓李 李大哥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 相亲女嘉宾 姓张 张姐 这位呢 是她的闺蜜 姓黄 黄姐 就正视了一些 基本的情况呢 咱们就已经做了一些 小的介绍了 再给介绍一下 男嘉宾呢 李大哥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刚才我远远的 我就看见你这个包 就随身就给背上了 对 教学机 平时就一直 这个东西就不离身嘛 基本上出来 都把比起 想陪着 卡纳斯都陪一样 拍什么 拍什么 那你一般拍的方向 这个物种一般是些啥呀 我主要是拍鸟类拍得多 鸟类 这是那种自然生物 自然生物 还比如说外星 那种也拍得多 拍得最多的 可能还是婚礼 和人家个身 去拍得多一点 是 见证人家的幸福 这是 那拍人像 有没有什么 经验 有 没有问题的 没得问题的 因为我看你今天 都把包给背上了 估计这八成 你是想给女嘉宾给拍 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有机会都拍 是吧 平时你刚才说了 喜欢旅游什么的 你看人家今天 把相机包都给带上 有没有啥子想说的 包拍得漂亮的 肯定的嘛 他拍拍的 主要是要拍点轻点 这个要求 可不可以带到 拍点轻点 没得问题的 没问题 拍了个后期 你稍微修一点点 不要修过分了 那行 然后完了之后 再发给人家女嘉宾 没得问题 那不能光拍 他一个人了 两个人都要拍 对对对 如此一说 我的作用很大的 你的作用很大 是啊 那你给李大哥人 好好讲讲 我如果是说 我要给他吹点风 我觉得你也可以 都可以 如果我要给你 天眼加厨的话 OK 那都pass了 是不是这样 我和好点 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今天这个相机 李大哥在想 我今天为什么 要背个相机出来 我不背不也挺好的吗 你看把我的爱好 才能都发现了 我今天还真得展示展示 当然我觉得现在 外面站着 现在拍还是有点热 毕竟大中午 你看这太阳还那么大 李大哥有没有想好 去什么地方 跟人家女嘉宾 稍微坐下来聊聊天 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找个两块地方嘛 是是是 我朋友一个声音工作室 我们那边去坐下 那边两块 在哪儿啊 原来 也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不原 那行 早就看出好的地方 对 声音工作室 里面两块空跳 吹起 行 那张姐 你们这边意思呢 是吧 可以 可以啊 行 好 来李大哥带路吧 几个朋友 我们大话搞这个 我们声音工作室 工作室 声音工作室 那看来平时业务覆盖量 还是挺广的 是啊 很你要拍着这些 搞这些 那说你是朋友的话 那你们朋友呢 朋友今天没过来 他们出去拍片去了 对 出去拍片 今天我这边 一个事先过来了 你说这多好啊 还专门有一个两块的地儿 专门招待你 那行吧 那您是东到处的话 赶紧招呼的 来 赶紧坐 来 走 走 来的风景看起来可以 还看得远 来来来来 叔叔你给介绍介绍 你看那边 江也看得到 大叔看得到 看得好高 好远吧 看早下晚下 漂亮得很那个地方 都是一点高下面 你看到处都看得到 看风景看起来很舒服 夜景都看起来很舒服 一样晚下的话 也漂亮得很 朝下晚下 漂亮得很那个地方 可以 可以 可见是可以 别跟这是学好了 没 可见是可以 你看楼 真的可以 刚才说 你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朝下晚下都能看 怎么可能 真的是你再给阿姨夸大 你真是 不过 叔叔也是传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今天呢 咱们是白天来 以后要是成了 晚上过来看夜景 随时的事 对吧 对对对 随时都过来 是吧 楼上就是你们的工作室了 工作室 工作室的话 估计会有点杂乱 一定 也不是杂乱 那这样先坐 一会儿有机会 对吧 你先安排 说让你坐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发人游戏 我是青山观察员 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和女嘉宾 都是中年人 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呢 是想找到一个老来伴 以前我们节目当中 也来过一些中年人士 实话讲 他们的相亲过程 通常来说都比较坎坷 为什么呢 因为对彼此的要求 通常都是 希望你是一个 没有任何负担的人 希望你跟你的原生家庭 不要有太多的牵扯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 希望他们是独立的 不要给我们增添负担 我们呢也不需要去 像他们索取什么 很多中年人的 婚姻的要求都是这样 但往往也是因为 这些问题呢 是耽误了他们 从组家庭的脚步 那么今天的男女嘉宾呢 在经济上都很独立 双方的儿女呢 都已长大成人 而且在自己的工作领域 都还是颇有建树的 那么这样两个 清清爽爽的人 就是没有任何家庭 负担的人 那么在一起 是不是相亲的过程 就容易很多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玩的好大 二十七了还没有 大什么呢 在房地产现在 我是个人 我那里来的喜欢读书 读书啊 现在有得 有得上班 有得读博士 我那里好大 二十好大吗 我还要大一点 有得上班 有得上班 以前呢 本身是旅游啊 搞餐饮啊 美食啊那些 那几年呢 都帮 几乎 一个人嘛 都帮那些爱好丢完呢 我本身可以 我喜欢 我本身才可以 我喜欢 年轻孩能够出餐 能够口口 以前我本身是搞餐饮的 我本身搞的呢 以前我对你这方面呢 还是很 好久我们可以切串的厨艺 可以可以可以 我的手菜少得甜 可以 反正对菜 年轻孩的方面嘛 我还是很在行的嘛 平常打牌啊 做什么的一些 打牌很少很少打牌 我从来不打牌 你也不打牌 不打牌 不调合 不做酒罐 不做茶罐 那还是可以的 你看你比个扎语机 到处跑 到处跑啊 但是那种一天能够跑一出去 就过不到处里面了 我一天都在外面跑 我认识他 比如说哪个过生 我去配茶 找两个人切嘛 找两个人切 那种啊 这种切 结婚 我去配两茶 那种还是可以 我没说你一天都被切到 结婚 相机导书出去 夾个高兴 那种啊 我是婚的跟配 婚的跟配 我的起伏下 八美 最撇的八美 哪还是可以 八美 你的资料好 我平常脾气毛不毛啥 我为她脾气也毛啥 但是你对我们的 吃美国的面相 我们还看起来是比较散的 比较热 比较 他对他的热 不管是在外面 像爱心那一块 都是比较是个热心肠 所以说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符合 因为他在外面的时间 要多一些 如果你像 刚才你说的是小朋友 或者是 你喜欢做菜 喜欢做菜 做菜那一块 好 他在外面忙了 回来走到五头 有个热菜热饭 我觉得这种其实还是很好 因为啥子 说了都行 比较闷到几天 咋还不是一个小事情 年 年几天 年啊 另外你天性都是年 但是还是看你那些方便 你要说一年都不年 看你不喜欢 你知道是吗 就是说大家有商有量那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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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你儿子都三四岁了 是跟你一起做的吗 还是 没有 他国家做的 他国家有房子 国家有房子 他说我前几年都跟他买好 到你的房子 单独做的 对 单独做的 我们那时候都是 我女儿要到我做的 因为毕竟女儿要到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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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女儿是要到我做的 好 看爸爸做的后 就是女儿一直是 都跟我们做的一起 一起生活去 以后 成了的话 我住在那边 我有房子 你也有房子 自己自己住了 自己都有房子 我还有… 各家银是空的 有房子 各家银 各家银 有房子 有房子 两房子 我觉得我儿打了过后 都要放手 不要管 衣服不管 日必死 他们过去发展他们的 以后我们真的有机会 能走下去的话 我也喜歡誰人 你也喜歡女友 我們都喜歡出去刷 給你賠償美女 漂亮得很 山山水水 當出去刷 是不是嘛 我都打了關他 同學工資夠了 都用了 出去走起 身體好戲 是不是嘛 你覺得 你得不得生了以後 比如說前面我兒子結婚了 有生子那種 還在不得 我肯定是個大姨 外公外婆肯定要大姨 那種情況 當然是 我也想法是跟妳一樣 比如說我們四個人嘛 比如說我兒子結婚了 有生子那些了 對 我也想啊 我也辛苦了大分一輩子 我也想對方的婆婆爺爺來帶 但是如果說對方婆婆爺爺 有事的情況下帶不了 那麼肯定那個責任 我肯定要給他帶起來 對 現在都說不到了 說 我不帶了 對 那個事情是千萬萬化的 如果說對方有人帶 我肯定不會帶 因為我也想自己 我這樣也沒知 稍微清醒一點 稍微自己相處還是自己的事 我我以前沒有相處過 這種情況 你介不介意嗎 你不介意 萬一實在是沒有人帶點 帶一會兒兒兒也不收 讓你也沒什麼 就是什麼 也苦過三十年 也苦過三十年也沒了 那家老大兒兒幼兒園 有一年都 也沒這樣子 那個我不介意 叔叔阿姨啊 我看你们刚才啊 聊得是真不错 而且从你看从家庭 聊到爱好 你说这爱好啊 在你身上真的是有所体现 你看这包每天都戴在身上 而且从我们刚刚开始到现在 你这包除了坐下来 就没离过身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 今天趁着天气也比较好 而且本来叔叔也是喜欢 搞摄影啊 搞拍照啊 我觉得咱们就不能来虚的 你说你拍得好 那得拿点实力出来 拿点作品出来 而这个作品的主体就是阿姨 好不好 那我们也不在这个屋子里边待着了 出去您找找灵感 找找地方 就来两组大片 怎么样 怎么样阿姨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那我们出发 好吧 好的 男女嘉宾兴趣爱好相同 男嘉宾也很有耐心为两人拍照 三人说说笑笑 一顿操作之后 我们来欣赏一下男嘉宾的佳作吧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天 白月鼓舞的阳光 都没你耀眼 约爱一巴黎五度的你 滴滴青春的泉流水 一杯药酒白草香 致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奥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干咳 痰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可痰喘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勇力前方 精选6位中药菜 秘质而成 药量足 要进墙 要孝肠 关注肺健康 中药不肺丸 我感觉这菜是可以 我现在最大的 还有个孤独是少家 因为我女儿来还没结婚 我都想在我们女儿 没结婚之前 如果我们两个 活的龙 如果说真的成了 我都想暂时 跟我们女儿 一起能够做 可不可以吗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我觉得不是他头 有啥子 我二种人要大了 他可以个人照顾个人 也要学会个人照顾个人 我二个人还不是一样的 他也得上班 又得读博士 我都没管他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种年龄 都不要管下一代了 下一代都大了 我们是个人讲个人的事情 生活在一起 搞搞信息的 因为我还单独 一种烦恼做啥子 现在麻烦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厚 我觉得那点 其实我现在想 女儿们还是要结婚 要出家 都想到现在 上班来也比较忙 跟他 暂时不是心里 跟他一起住 可以照顾他 或者现在社会 关键因素也比较多 但妈的妈 始终还是想 把玩儿 没结婚之前 妈还是玩儿 妈还是用大物 我觉得 我负责 你想玩儿 又还是工作 他们是什么 比如说 以后有了娃娃哥 有了生娃子 偶尔家带个两三天 可以 也不要以为你带 这个是可以用的 你要玩儿 没结婚以前 要住在一起 我觉得很不通 我们两个想过 两个人 你世界都心里 玩儿都老好 是 他们是工作室 国人也能够大了 也要学会国人 照顾国人了 所以那点 我不能去住在一起 跟你玩儿的话 但是现在 我们女儿 还没结婚 之前 我还是想 跟你们两个住在一起 毕竟是个女儿 但妈的始终还是不放心 都不说 不说弄饭了 是吗 但是你平时可以 这个到一起 还是我感觉到 住在一起 我还是要放心一点 因为你是个儿子 实际上 我也是个儿 但是我们那个姊妹活 她是个妹妹 比你妹妹 等下考虑到安全细数一些 肯定到妈的牵挂多一些 实际上要说 你们两个要出去 说 过二人世界也好 要出去旅游也好 实际上都没问题的 也没冲突的 对呀 实际上我们那个姊妹活的女儿 都二十七八了 实际上这些年轻人 他比如说接住 说朋友结婚 你晓得现在是都纤维 有困上婚 遇到个中意的 半年 一年半载 有困都出家了 实际上有孩子 你都是欺负了一两年 两三年了 我觉得没有好大问题的 我觉得啊 他能玩呢 跟照顾过很好心 跟我想象的关联没有一样 我是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坐到一起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彼此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坐在一起聊天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氛围特别好 尤其是我们的亲友团呢 对这个男嘉宾的印象也是很好的 就觉得像大叔这种人 还是比较有魅力 你看有头发 虽然不多了 倒是肚子呢 有一点但是也不大 那么就是作为单身的中年男性来说 各方面条件都还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矛盾点就在于 男嘉宾不能接受女嘉宾 要跟自己成年的女儿同住的这个要求 在女嘉宾看来呢 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这个女儿呢也是 应该说到了失婚的年龄 可能过两年就出嫁了 那么最后这一段母女相处的 朝夕相伴的时光 还是希望她能够延长得更久一点 但是对于我们男嘉宾来讲 她就觉得我们需要完全独立的二人世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挺解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 经常会听到那种年轻的男女嘉宾说 我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不喜欢跟老年人一起住 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 就特别嫌弃老年人 但是现在呢 老年人也会嫌弃年轻人 我还不乐意跟你们一起住 我不喜欢你们的生活习惯 我不想迁就你们 甚至以后 我们也不想给你们带孩子 我们有自己的世界 我们要去旅游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还挺好的 大家都保持一种独立的生活空间 但是女嘉宾这个理由 我觉得也是入情入理的 好 那么现在矛盾点 已经摆在两位中间了 今天能否牵手成功 还要看这个矛盾点 最后的调和的过程 两位姐 对啊 专门把你们又拉回到商场里边来 实际上你们先远离一下这个茶饮 暂时先渴一下 不好意思啊 是因为这样啊 今天刚开始我们跟李大哥见面 包括到后来带你们到什么参观 他的工作室啊 然后到后来再出来等等的一系列活动 我看你们相处挺融洽 怎么刚才一下就变成这样了呢 感觉还有点剑马弩张的 我一看这情况不对 赶紧把你们拉出来 问一问这个情况 因为嘛 我们女儿还没结婚 但是我想如果说成了的话 我们住在一起的话 我都想还是继续嘛 和我们女儿还没一起生活和女儿呢 因为毕竟女儿嘛 工作压力比较重 我都感觉到去女儿个人住啊 我有点不放心她 在一起嘛 回来啊 给她弄点饭啊 那些好 帮她做点事情嘛 她工作上嘛 她都能够全心全意去住 都不分心了 但是又不要她出钱 又不要她处理 都不晓得我孩子 她都不愿意和我们女儿 能够住在一起 我都没搞懂了 其实啊 从男性的角度来说 因为这个李大哥 你想想 首先还是五十多岁是吧 然后你女儿呢 也二十多岁 你说这么住在一块呢 好像她可能觉得会逼点闲 不方便 你说这个房子 你要说大 这大别墅 那无所谓 是不是 万一就是个小平房 你女儿有时候 万一也觉得尴尬 这万一大哥也觉得尴尬 就两方这样处起来的话 就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对吧 她可能是有这个担忧 但是我现在以前嘛 我女儿二十七岁了 如果说一旦结婚也很快 也就是两三年 两八两年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朋友了 我也差不多嘛 那种 也 反正都是个两三年 其实过了都好了 因为有点麻痹 做妈妈还是有点不放心她那种 你呢 我怎么跟你们说呢 我听到她们两个教堂 第一呢 困了 那个女儿是想两个过二人时间 我刚才我也跟她说了 我也跟她做了工作了 我觉得不影响她们两个过二人时间 比如说出去旅游啊 啥子那些 也能够啊 只是说短暂的那个时间呢 困妹妹还没出家 妈的意思啊 都要给她带到一堆儿 什么啊 总觉得好像 妈妈对女儿的牵挂多一些 因为对方是个人 或者 都打得差一点 什么意思 其实我觉得都不冲突两者 所以说看是不是 你这个可以给对方做个工作呀 然后跟她说好看 我还是觉得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男方 反正各方面爱好啊 两个还是比较相貌上啊 年龄上啊 还都是比较 我觉得性格爱好啊各方面 真的非常合适 就是 所以说她们都是唯一的 不同处都是这些点 都有点分歧 我也是个感觉到 起码外星嘛 看起来都健康的 现在前面到我们的 健康是最重要的事 就是有点啊 喝不同的 感觉到有点自私啊 而且包括 就是姐你说 要跟这个女儿住在一块 这个事就包括你今天出来 相亲有没有跟女儿就是通过气 我说过可能以后 会有一个就是叔叔啊什么的 再住到家里来 你有没有征求过女儿的意见 目前还是没有 但是我们可能成功嘛 或者跟她说什么 但是现在还没有 是我觉得这个啊 就不管成不成 但是回去之后啊 今天实际上都得问一问 以后 因为不可避免嘛 以后就 万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也要有个 要有个预案 是不是 对她回去干 万一你女儿早就想 哎呦 我想跟你两个组到一起了 现在的年轻人 大多数像我们那个儿子 他都不愿意跟我们组到一起 他说我们家的 跟单独做 他说不跟你们在一起 现在还是年轻人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 还有个概好啊 还有个定义 有个差距 还有个定义说 他觉得那些老年人 要啰嗦 要把关的关的 他觉得不自在 是啊 你说你要是念你女儿的 完了之后 李哥到时候也过来 一会儿念的话 他不得疯啊 但是还没结婚之前呢 始终啊 我也是心中想嘛 可以起床嘛 安全性的 各方面都好一些 始终还 我也是比较担忧了点 也不怕 我从这一点看呢 我觉得 李哥是有点太自私了 我觉得 也许是随 父亲和父亲的差异 我觉得 父亲来孔要出新一点 那些没有女人 大妈那样的戏力 像我们总觉得 始终觉得 我没出家呀 没出家那种 哪个都想帮他 好 等他出家了过后 找到一定的幸福 那种 好像都觉得很踏实 踏实 其实我觉得能作为这个 不是说不能说两边对立 这样说它也太不合适 我就是说我们两边 作为一个小的 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前进 互相让个步 互相让个步 就比如说我也不是完全的 就是说你不跟我女儿一块住 我就不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也太极端了 能不能退一小步 或者说两边商量的一个 比如说你来住几天 你来住几天 我们取一个时间差什么的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来住 我还是想还没结婚之前 我还是想和女儿人都住在一起 还是不管什么 各方面这个照应的 其实不是女儿个人的话 始终心头担忧起的 还是那种 还是有牵挂 这些有母亲应该的 他始终心头始终有这么舒服 不舒服 但一起两个也不幸福 他终究牵挂到他 牵挂去心头始终有些事情 事情放不下来 毕竟玩 说起来也是气不消了 但是没结婚之前 还是不是玩 还是想 那是在你新东西 我还是 我国的孩子 我还是把他挂得起来 行 我明白了 我明白两位姐 我现在明白了 你们的态度 我也很清楚了 那这样 我去跟李大哥 我再跟他谈一谈 看能不能他那边 比如说做个让步 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我们出来探讨探讨 如果能行 我们最后就牵手成功 如果不行的话 实际上做个朋友也行 可以 因为我也很理解你们 你看 到了这个岁数之后 实际上不像年轻人一样 我要激情 要浪漫 不是这样 其实实际的问题 实际的嘛 毕竟要面对 我们也不像小年轻人 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是 行 自己要幸福嘛 也要把我这些光好嘛 行 好 那这样我去问李大哥 好 我问了李大哥之后 我们看再交互一下 如果能行 我们就做最后的选择了 好吧 好的 此时女嘉宾 与亲友团的表态 只要男嘉宾有所让步 还是很愿意和男嘉宾相处 那男嘉宾会是怎样的想法呢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谈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谈喘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质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不肺丸 我觉得甚至像我们 都那把岁数了 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是吧 也退休了 这项国考国务的生活 双方的质量都大了 让他们国务去发展 不要跟着我们 那种观点 我是第二个 和他那个 不能沟通的 所以说 我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考虑好 是 你大哥 我觉得我很理解 你的想法 但是这样啊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有句话都不是这么说吗 儿行千里母还担忧呢 是不是 男女有些时候 父亲和母亲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对女儿 对儿子 态度也会不一样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个女儿 你能放心 让她一个人就 那么出去 每天就在外边飘着 也不回家 那些事情呢 可能会先 下来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再想了这个事情 是不是吗 以后再说了 别说以后再说呀 因为今天我们毕竟 还要做一个结束 而且我看你之前 跟张姐他们聊得可开心了 很少有这样就是 一来就那么合拍的 相亲真的很少 从调了后来 性格各方面呢 我还是觉得是可以 那还有爱好啊 是不是 比如说她个女儿 二十七八了 能够大了 我一个老头 我们在一起主席 想好不好想出啊 我年轻的生活习惯 我们老年的生活习惯 完全不一样 想出去很尴尬那种 而且主要想问 她还是个女儿是吧 有些万一就 不太好说也不太好 做的事 不好那个的 不好相处啊 还是一些尴尬 一些产品的话 或者说这样呢 各退一步 因为我们现在 比如说成 就是 就像你刚才说 这个年纪相亲了 而且大家想的都很成熟 对对对 也相对来说比较实际 不要激情 我们不要浪漫 那我们想的实际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各退一步 那比如说 她女儿平时上班也好 学习也好 周末回来 比如说吃个饭 然后晚上呢 她要跟她母亲在一块 比如说一起唠唠嗑啊什么的 你就默默就回家待两天 你说我 比如说周天晚上一起过来 我再给你们做个饭 完了之后你也就离开 然后我在这又住两天 就搞个这样的形式 男嘉宾表示 思考一下到底最后能否有转机呢 两位姐啊 刚才我跟男嘉宾呢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沟通 然后男嘉宾呢 他是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的态度 摆在那个地方呢 但是我不知道男嘉宾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样 他说他去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就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们 我也不听 咱们一试改还是得做足 双手伸出啊 送到张姐的面前 张姐 我一会儿数三二一 你就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好吧 一杯药酒白草香 致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奥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喘咳 肝咳痰痰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咳痰痰 请用养无疾牌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立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密质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两位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很好嘛 很好 你看最后这个结果 李大哥终于是露出笑容了 今天一整场的相亲啊 我这感觉你还是稍前严肃了点 最后你终于是露出笑容了 不过啊 在咱们思维当中 这个笑容最多是谁啊 就是刚才一直在旁边看到黄姐 哎呀 看到张姐姐这个 我一想你这种笑容 我觉得还不错 不错啊 不错不错 那是 你也认可李大哥 今天不能说是喜结良缘 是喜结朋友缘 喜结友缘 好的开始嘛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这个结果啊 这还得靠两人看继续努力 看今后能有什么样的结果 多接触接触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青岸观察连飞桃 非常遗憾 男女嘉宾 应该说是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大叔很有风度 买来了花 送给我们的女嘉宾 还不忘补充说 送花给你是希望从朋友做起 这个意思也是非常的明确了 要我说 其实男女嘉宾 从外形条件上都是很匹配的 但是最终呢 还是在于这个 想拥有独立的空间 不想跟儿女一起住这个问题 难倒了他们两位 实话是说 我知道男嘉宾这种类型呢 在大姐群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 一大群的这个姐姐们出去 旅游 拍照 在这个群体当中 往往就只有那么一两个 背着相机的大叔 特别受欢迎 我想大叔也许觉得 自己的选择面还挺宽的 好了 现在的时代风气 真的是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老人不再会留在家庭里面 为孩子奉献一生 帮你带孙子什么的 都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事情 也祝福我们的大叔和大姐 在生活当中 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另一半 有句话说啊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今天非常高兴 李大哥和张大姐呢 最终能够成为朋友 而且我有一种预感啊 他们俩最终 应该都能够走到一起 而且他们今天俩呢 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 年轻的心态 只要有年轻的心态 干什么都不会晚 如果我们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 非常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人心电话 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来进行咨询 还是要提醒我们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重庆依旧处于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 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 切记不要中暑了 凡人有喜 我们下期再见